民進黨高雄市左南區立委劉思芳宣布不參選連任後 接棒人選已發各界關注 其中鳳山區現任市議員黃傑近期更被點名並列入提名人選 黃傑也現身高雄市議會對外說明 而其中熱門人選左南區現任市議員李柏毅也表示 目前中指會還沒有討論出相關規則辦法 未來也會依照黨中央的決定來遵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就是民進黨在所有的初選區結束之後 那接下來對於監困選區以及目前委員沒有要連任 或者是沒有現任立委的選區來做討論之前 那中央黨部或者是任何人提出比較有彈性的做法跟想法 那如果這個想法跟做法對於地方上有勝選的機會 或者是這個想法對於黨的高層跟市長會有更大的空間 可以去做這些思考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事情 還是很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跟有把我納入討論 只是說一些詳情跟一些相關的人選或程序 我覺得還是要問黨內比較清楚 我都還是在一個不知情的情況下去看到這些討論的 對於忽然被點名跨區參選 黃傑強調自己沒有參與民進黨推派人選的決定權 也沒有任何人來做接洽或是徵詢 對於消息的來源也感到非常困惑 而媒體進一步追問是否加入民進黨 黃傑表示會在適當時機做出決定 其實在此之前我都沒有接到任何的徵詢 然後也沒有人是直接跟我接洽的 所以是昨天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很多人傳訊息問我我才很困惑 我才知道說原來有這樣的討論 我跟民進黨一直都是友好的盟友的關係 包括在議會也是加入民進黨團的運作 然後在議題上其實都是跟這些民進黨的戰友一起運作的 其實我一直都不排斥 所以就是友好的時機的話都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有著空戰實力和超高人氣的黃傑 若是出現代表民進黨參選左南區立委 連帶牽動未來選情的影響肯定不僅是鳳山區 對左南區的立委選情更是如同頭下一顆震撼彈 而表態加入初選 參選國民黨左南區立委的現任市議員陳梅娟則認為 不管對手推派誰自己都要準備好 也希望黨內在初選機制上要公開公平公正 選出優秀同黨同志來面對挑戰 不想不管民進黨推出來了 我們自己都要做好準備 所以我相信我絕對有這個信心 能夠贏出這個勝選 因為畢竟我是在左南地區土生土長 我也在這邊擔任了第六屆了 我想我們絕對是全力以赴 不管他們得選出來 我們自己都要做好準備 我相信我們這次有意要出來參選的 我們這些黨內同志都相當優秀 其實大家也都是做好準備的 那當然時間是不宜待拖 我希望我們這次的初選是公開公平公正的一個機制 能夠讓大家心服口服 然後能夠引力未來我們初選出後能夠整合成功 然後大家要團結一致贏得這個勝選 藍綠兩黨對於高市左南區立委的徵召提名作業都尚未公布 外界卻已經吵得沸沸揚揚 同樣都希望遊戲規則何人選可以早日明朗化 將選民支持的力量集中 讓優質的中央名義代表出爐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